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 今天其實都吃得挺好 有早餐吃 但是一去到訓練的場地 就覺得雙腳就覺得很酸軟 很無力,有一點腳震 但我跟自己說我一定要繼續訓練 因為我知道每一天每一次的訓練 就是成功的道路 我不可以因為心情不好而影響我自己的訓練 如果我習慣了給自己 經常都是給一個藉口 而不訓練的話 我今天是這樣,明天都會是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逼自己去繼續做好自己的熱身動作 因為我知道熱身動作做得好的話 將會影響了我之後的表現 所以我繼續熱身 繼續不要想一些負面的事 我要跟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做好今天的訓練 我想細節 我想一下腳用多少力 背用多少力 在哪一個時候 去發力 去把一支降鈴 去放在我頭殼頂上面 我再不投訴的天氣是怎樣 不投訴現在的lockdown是怎樣的情況 已經高向心情 什麼都不想 現在想的東西就是 集中在訓練裡面 我希望這個訓練能夠帶我去另一個境界 今天的訓練內容就是 snatch pull 加snatch 100kg 我由輕的重量開始做 做到去100kg位置 每一下我要想肩膀上 Leg drive 然後 aggressive 很狠地 拉高至霸 然後get under 去接住它 千萬不要 給自己有一個放鬆的機會 要有清醒的頭腦 因為我知道 如果頭腦不清醒的話 是很容易去miss 每一下的 因為100kg對我來說 應該不會太困難 因為我當我比賽當日 100kg是我第一個 attempt 我沒有理由輸給自己 我應該是有能力 有信心可以做好第一個attempt 做好100kg的attempt 第二個attempt應該是105 然後到110 我沒有理由再輸給自己 我應該是可以再做得好 那變成下一次比賽的時候 100kg應該不是我第一個attempt 應該是105 是我的attempt 我一定要在這段時間呢 做得比以前更加好 我不可以浪費了現在這個 lockdown的時間 要不然我就浪費了整個 我已經訓練了 另外我上個星期 剛剛提到The Last Dance 在Bulls開始的時候 他們會問 What time is it? It's game time 這個口號可以令到我 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我可以找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